歡迎收看洪流洞見 在世界洪流中 一起洞見未來 我是洪暑芬 今天為您邀請到的是 湯紹成教授 老師好 好 蘇芬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個禮拜呢 大家關注有幾個焦點 第一個呢 就是美國大選的 第一次的辯論會 那第二個呢 就是目前在北京 所舉行的鄉山論壇 那今天我們就深入來 談一談這兩個部分 那首先我們來談的是 美國大選 我們看到這一次呢 川普跟賀錦麗是第一次 他們在電視前面 第一次的辯論 那這一次的辯論 大家都認為說是火花四射 談論的東西也很多 那其中呢 有很多的點可以來談 我們今天就好好的來看一看 這一場有可能是第一次 也有可能是 最後一場的辯論會 因為看起來現在目前呢 川普好像不太想要 繼續再辯論 所以這個部分呢 可能是唯一的一場 也說不定 但我要先請老師來看一看 那雖然雙方呢 這個畸辯的五大主題 老師覺得我們先講結論好了 五大主題啊 你覺得最後整個辯論的過程跟結果 你覺得是誰讚想上風 我想說啊 我綜合了一些海內外的 這些大的媒體的 他們的觀察 得出來的結論 當然這個結論呢 跟我本身的看法呢 也相一致的 是什麼呢 是賀錦麗贏了 川普輸了 大家就是這樣 簡單明瞭 對 有些他還把這個 怎麼說呢 把這個 這個川普這一次的表現 跟拜登上一次的表現 做對比 他覺得好像 非常非常的類似 你說類似是 就上次拜登不是講完了以後 他就退選了嗎 對 對不對 那這一次呢 人家是覺得說 你這個川普啊 好像就像拜登的上一次 講完之後 氣勢落掉了 對 有點小轟 差別蠻大的 差別蠻大的 那這裡面呢 我是覺得呢 我們要從什麼樣的方法 來研判 來觀察 這一次的這個辯論 主要的呢 我還是以這個 內部的因素 跟外部的環境 這兩個角度來切入 對 所以這個內部的因素呢 我們先等一下 我先講講這個外部的環境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外部的環境 外部的環境 什麼叫外部環境啊 就是說 因為現在已經是 就是9月中啦 離這個11月5號 只剩下不到兩個月了 對 那不到兩個月的情況啊 會出現說 不管你是共和黨也好 你是民主黨也好 你們兩邊的基本盤 已經穩固了 各自都已經 這個大概就是這樣啦 因為你剛開頭的時候 你一定要鞏固你的基本盤 對 對不對 可是你鞏固到現在 你馬上就要一個半月要投票啦 那當然你的基本盤 就是說已經相對穩固了 那相對穩固的意思呢 就是說 由大多數的選民 他們都已經決定了說 我要投給A黨 或我要投給B黨 對 對不對 那可是呢 就還有那些5% 可能到10%的 這些選民呢 還沒決定 這是慎選的關鍵啦 對 沒錯 你講得非常準確 意思就是說 那這些所謂的搖擺選民呢 他是說 我選A也可以 選B也可以 我都可以啦 我並沒有一定的看法 那這樣子的話 就會逼著這兩位候選人 他走什麼路線呢 他走一個沒有什麼顏色的路線 因為這些人啊 因為他為什麼沒有先 就是到目前為止 他還沒有決定呢 就是因為他討厭這個顏色 所以討厭顏色就是說 討厭你這些候選人 你所強調的 很多很多的這些政策 對 否則的話他就決定了 對 對不對 好 那他之所以沒有決定 當然有很多的原因 可能他沒有訂見 可能他有很多的意見 他還沒把整合起來 所以他一定要呢 再繼續觀察 等到最後的投票時間到了 他再來決定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川普跟賀吉利 其實他們要真的 就是這些 還沒有決定的5%的選民 因為我剛剛講了 基本盤穩固了 那現在就剩下中間這一段 這一塊啊 那這一塊 那你要怎麼樣去吸收他 怎麼樣去得到他的選票 得到他的支持 那當然你就要 降低你的原本的 色彩 色彩 對不對 你色彩越低 讓他覺得說 可能被接受度越高 這個邏輯我想講得通嘛 現在爭取的是不討厭 爭取的是不討厭 對對對 那所以呢 這個就限制了 尤其是川普 對 他的很多發揮的空間 哦 反而是對他來講 是一種挑戰啊 對啊 因為以往我們看他講話 哦 虎虎生風啊 火力四射啊 這個到處攻擊啊 亂咬人啊 什麼什麼都來 可是這次 好像是一個病胞癢 對不對 稍微比較節制一點 就節制了 就是因為這個結構 對不對 所以我把這個東西 當成一個外部的因素 或是外部的結構 因為這個結構使得川普呢 綁手綁腳 他沒有辦法發揮了 對不對 他要罵人要幹嘛的話 他就一想 哎呀 我再罵人的話 我的票都跑光了 就中間選票都跑光了 所以說不敢罵人了 那老是內部的部分 對 好 那內部的部分呢 就說 這裡面啊 我們就要看到了 這個川普啊 他這一次參加這個 總統辯論啊 是第七次了 可是賀錦麗呢 第一次 對不對 所以說這裡面 又牽涉到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大家對川普啊 其實都已經相對的 不能說很了解 大概都是比較 被賀錦麗要更加了解 這樣講的話就沒有錯了 就大部分的選民 對於川普已經有定見了 但是因為從來 他還沒有看過賀錦麗 第一次公開的去發表 他的證件 這麼完整的 所以會比較期待 對 所以說哎 那你賀錦麗 到底你葫蘆賣什麼藥 都搞不清楚嘛 可是你川普 一個動作人家就知道說 你要講什麼 對她是非常熟悉的 那對這個賀錦麗呢 是非常模糊的印象 所以這次的辯論會之後 選民對於賀錦麗 有更多的了解 對 好 好 那我們就要看他的表現 對 因為川普的表現大概就這樣了 大家都心裡有數嘛 可是這個賀錦麗不一樣 你看啊 他一上台 他就去跟這個川普跟他握手 這個前面幾任啊 這一招很強耶 很厲害啊 前面幾任他們都沒有握手 沒有握手 對不對 就覺得這個劍拔弩張 劍拔弩張不想握手 而這次你看啊 他還是走到川普的那個台前 因為他們兩個都有一個台子嘛 都有一個講台 他走到川普的台前 去跟他握手 川普還不見得想跟他握手 你知道嗎 可是他捨得伸出來了 川普可能就嚇一跳 就是川普他沒有預期說 賀錦麗會走過來跟他握手 他覺得也是這樣對不對 好 哎 這個表現是什麼 表示說 他這個 胸有成竹 胸有成竹 大將之鋒 台風穩健 對不對 那雖然他剛開頭的時候 有些緊張 可是後來的表現 就大概前10分鐘 10到15分鐘的時候呢 他是確實給人家感覺到 是有點緊張的 那可是後來呢 不得了了 不得了 我覺得他是語語重地 每次講話呢 都打到川普的這個核心 而且呢 表現出色 超出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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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面呢 當然他談到了 很多很多的這個問題 你譬如說 談到了這個墮胎的問題 這個川普就被打得 好像落花流水啊 他就講了嘛 他說這個東西 我們這個不應該 這個來限制 你們這些女性 他們的這個自由 對於他自己處理 他身體問題的自由 那這個川普這邊 他就沒什麼話好講 因為他該講的 也都講完了 對不對 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是覺得說 這個賀錦麗是得分 而且得分蠻多的 那所以呢 我給他做一個總結 做個總結是怎麼說呢 就是說 賀錦麗是從無到有 因為大家以前對他印象模糊 是個零 什麼都不知道 他到底要講什麼 對不對 他也沒有開過記者會 上次那個電視訪問呢 他還把他的副手一起帶去 這個就讓人家感覺到 還沒準備好 可是這一次 他大概閉關了 差不多五六天 然後呢加緊學習 加緊鍛鍊 結果表現不錯 那所以呢 這個就讓民眾感覺到呢 就對這個賀錦麗啊 就有一個重新的認識 原本不認識他 不了解他 可是現在不一樣了 所以說呢 我就把它做一個量化 就叫說從零到有 原本是零 意思是大家印象模糊 有的話是表示什麼 我對你有所印象 好了那把這一點呢 再來跟川普比較的話 我就先講了 說川普呢 是從有沒有到好 因為我們一般都講 從零到有 從有到好嘛 從好到今嘛 對不對 就一個這個過程 不管你做什麼事情嘛 那可是呢 這個賀錦麗 給人家有這種感覺 人家現在對他有影響 可是你川普呢 他應該是我已經 或是民眾已經 對你有影響了 可是呢你要告訴民眾呢 說哎我要超越我自己 原本給你們的影響 他沒有到今啊 他沒有做到 他沒有做到 這就失分了 他就在原地踏步啊 對不對 而且呢 他不但原地踏步 他還用了一些 這個比較 我覺得是超越了 一般民眾認知底線的 這些詞語 比如說他說 你說賀錦麗是共產黨 共產黨這個東西太厲害了 對不對 我覺得有點太超過了 太超過了 他說海地人吃貓 對 還說什麼吃寵物 我都不想把這個寵物的名詞 講出來 他說這些什麼遊民移民 他說這個還吃寵物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表示什麼呢 表示說讓我們感覺到 川普已經前驢忌窮 意思就是說你沒有招了嘛 你才會說用這種比較超越 人們一般認知底線的 這些話語來博得同情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好像是川普的 這個一大敗筆 他剩下大概一個多月的時間 這一個多月的時間 他必須要開始要挽救一下 如果說他不願意接受 第二場的電視辯論的話 那他怎麼樣去挽救 這是一個重點 但老師我們看到這一次 因為其實大家都非常關注 今年的這個六月份的時候 當時川普跟拜登 在做這個電視辯論會的時候 當時又是五千多萬人看 那這次呢 是增加到了六千七百多萬人 也就是說更多人來關注 這場的電視辯論會 那雖然呢 我們看到在結束之後 就像老師所跟全球的一些媒體 所關注的所結論 就是認為說 這一次呢 賀錦麗的表現是比較好的 看起來是賀錦麗贏了 但是老師我還是要 有一個觀點 就是說CNN認為說 雖然賀錦麗辯論上贏了川普 但是呢 還是也有可能會輸掉大選 他引用的是兩個案子 兩個例子 他說像是2016年的川普 跟2004年的小布希 他們都認為是在 辯論的時候表現不佳 但是最後他們是入主的白宮 所以呢 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還是有得觀察 我覺得你講的完全正確 我們剛剛所說的呢 只是說針對這一次的 這個總統辯論大會 來做的這個批判 那當然我們從這裡面 看得出來呢 現在也就是說 其實不說現在 是說這個從賀錦麗一個多月 他決定要參選以後啊 他的民調其實就一直在往上升 而川普的民調呢 就一直往下降 可是呢不管你再怎麼升 不管你再怎麼降 現在兩邊啊 確實可以說是勢均力敵 勿均力敵 五五波 沒錯 目前還是這個樣 就算是在這個所謂的 搖擺州 七個搖擺州裡頭 大概也多可以 大致可以這樣說 有幾個州是支持川普的 有幾個州是支持賀錦麗 有些是中立的 最後一個賓州 賓州可以說是 重中之重 重中之重 必勝之定 至勝關鍵 對 那這個地方呢 大概 我所說 這個也呈現一個 這個五五波的這種情況 那所以呢 一有一些什麼樣的 這種不要說是風吹草動 有一些什麼樣的 重大影響的話 那可能立刻就會有 很大的變化 那目前大概就是這個情況 那這一次呢 我們要特別講的呢 就說 他並沒有把台海的問題 拿出來談 他談了 談了中國 談中國是什麼呢 談貿易 說到底我們要怎麼樣 用什麼方法來針對 中國的這個 對付他的這個貿易政策 那對台灣呢 大概就川普講了 我們中國跟台灣買晶片 而川普以前說的什麼呢 以前說 台灣偷走了美國的晶片 這些東西我覺得都是 這個選舉語言啦 所以說不足採性 感覺是老要重談了 因為之前就已經講過 這個部分了 沒錯 沒錯 可是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說 賀錦麗根本沒有提到台灣 她是提到 對中國的政策啊 什麼樣貿易啊 什麼的什麼的 老師 這一次的辯論會 我們看到好像 似乎也沒有提到 他們最強的競爭對手 中國 似乎這個部分台海 提到了 他是做貿易 對 就貿易的部分 但是沒有去琢磨太多 沒有 沒有 一般來講 你比如說你對中國的 這個人權問題啦 什麼價值判斷啊 或者他是獨裁政權啊 什麼什麼等等 這都一概沒提 對不對 這只在經貿的這個部分上面 他們提了 說應該怎麼樣來處理 這個美國跟中國的這個經貿 那所以說呢 你像譬如說打台灣牌 沒有出現 你比如說南海的爭議 南海爭議現在鬧得很厲害啊 對不對 菲律賓啊 跟美國站在一起 然後對付中國啊 什麼等等 像這些東西全部沒有出現 重點還是談到內政 對 重點都是內政 主要重中之重呢 還是經濟問題 對不對 還是經濟問題 那所以說呢 在這種情況下 我是覺得的 現在呢 兩方啊 就是不管是川普也好 是賀錦平也好 他們都覺得說 我們現在在選舉啊 最好能夠平穩過度 不要節外生吃 另起風波 所以說他們大概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呢 對中國的問題呢 沒有提出尖銳的批判 對不對 否則的話 老公就都火大了 對不對 你要這個批判我 因為他們很怕什麼東西 很怕一點 就是老公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認知作戰 因為這個東西 你防不勝防啊 對不對 因為他是用這個網路啊 或者用這個Email啊 或者用什麼這些東西 你說影響美國大選嗎 就影響你美國大選啊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那他當然覺得說 我最好低調處理 因為現在全球化的確 就是說他國要影響 別國的總統大選 其實之前很多案例都有啦 包括俄羅斯啊什麼的 都很多 俄羅斯都已經開始了 對不對 那他們也在懷疑 那中方呢 會不會也來在這個方面 來電油加速 那電油加速的話 那他要怎麼應對呢 他就說拜託拜託 我就低調處理 我就盡量不要去碰 對不對 我就不要觸怒 不要惹惱中國 對對對 尤其你想想看 差不多一個多兩個禮拜前 這個蘇利文 就是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 特別跑到北京來 而且習近平還見他啦 他見了王毅 還見了張又霞 就是王毅是外交的 張又霞是軍事的 對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啊 當然 第一個當然 他是說 用王毅的邀請來的 可是他到底還是來了嘛 對不對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現在在選舉 相安無事 比較重要 你不要節外生吃 對 沒錯 對不對 那另外呢 當然他就談到 一定是台海問題啦 一定是這個 俄乌戰爭啦 還有這個南海啦 還有這個中東戰爭 他們應該都是蠻多的 一定是這些大的問題嘛 老師我們雖然說 這個美方希望在選前 這個世界稍微 會和平一下啊 就是說不要再升波瀾 但是我們看到 美國自己本身 可能會在選後升一些波瀾 怎麼看呢 因為我們看到就說 因為是11月5號要投票嘛 那預測預計是1月6號 就國會在隔年的1月6號 要進行認證的結果 那現在聯邦政府也宣佈了 為了避免在2021年 川普當時呢 這個支持者 他們衝入的國會山莊 這樣的事件在重演 所以呢 明年2025年呢 參眾兩院聯席會議 維安的工作要升級啊 那這是美國聯邦政府 第一次宣佈用 國家特殊安全事件 來看待國會 1月6號的選舉認證工作 等於說 他們也承認啊 接下來這個民主程序 在選完之後 如果是川普沒當選的話 大家就是說有點擔心喔 會不會出狀況啊 沒錯 這裡面啊我覺得啊 我們我得到了一個 這個指標性的這個立場聲明 這什麼話怎麼說呢 就是因為拜登講話了 拜登大概在現在三個禮拜之前 就是他退了以後啊 他接受媒體訪問 他怎麼說啊 哎呦講得非常非常令人驚悚 他說就算賀錦麗當選 我都沒有把握說 美國的政權呢會平穩交接 這話什麼意思啊 這話要不然就是打仗 要打內戰啊 要不然就是 這個兩邊報形成僵局啊 這個話很重啊 很重啊 所以拜登非常的擔心 會發生這個狀況啊 當然啊 人家這樣想啊 這個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把西方國家跟美國 都是放在一個層面上嘛 來衡量嘛 你說像西方國家 當然主要是歐洲國家 歐洲國家哪一個國家 會有這種狀況 會有這種憂慮跟擔心啊 沒有啊 對不對 你說英國選舉 法國選舉 德國選舉 什麼什麼什麼 都是非常平穩的 贏了就贏了 輸就輸了 沒有說我都很擔心 就算某人當選 那會不會平穩交接啊 這個問題很嚴重啊 在民主國家 似乎不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應該不會嘛 一般都不會 除非你像是 有一些非洲國家說 就說軍事政變比較多的國家 可能會出現 那中南美那就來說啦 對 會出現 但是比較成熟的民主國家 照理說是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看韓國也不會啊 日本也不會啊 我們台灣也不會啊 對不對 那其他的我們就不知道了 對不對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表示說美國的這個 兩個陣營的這個對立啊 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 萬一有一些什麼樣的插槍走火 就有可能造成剛剛這個 拜登所說的這個不會平穩過度 那這裡頭呢 當然啊這個問題 我也是稍微的做了一些研究啊 就說甚至這個川普以前啊 他都講過了 他怎麼說呢 他說啊 如果我選輸的話 美國第一個血流成河 聽起來好可怕 好可怕 第二個 他說以後美國沒有選舉了 這是什麼意思 哈哈哈哈 造反啦 造反啦 真的要推翻制度了 還是幹嘛了 要革命啊 還是幹嘛了 他就是用這種話來口嚇 這個一般的選民啊 你不選給我 你不選給我你就完蛋了 就這個意思啊對不對 好了 那這樣子的話 那你說這個 這個美國的這個選舉啊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我倒覺得有一點啊 還是可以比較肯定的 是什麼呢 如果兩邊的這個比數啊 或說他的選票差距很大 那大家就沒話講 對 那如果說剛好這個差不了多少 哎呀 那就很危險啊 重點就是現在差不了多少 所以說現在就是在這個 超不了多少的這種情況下吧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這個讓我們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觀察者啊 確實對於美國的政治文化 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因為我們以往 就是川普以前 我們對美國的這個制度啊 都覺得說還相對比較完美 這個因為他的憲法 就那麼短短的那幾條 都是憲法修正案 那可是呢 疫情到現在兩百多年 也都還算是非常的平穩 可是沒想到 現在因為川普出來了 而川普出來所代表的意義在哪裡呢 就是所謂的民粹主義 跟民主制度的一個強迫 因為這個民粹主義啊 不單是美國啊 整個歐洲啊 非常非常的瀰漫 這裡頭當然啦 這個他們兩邊啊 就等於說是有一種 相互呼應的這種情況產生 意思就是說川普告訴那些人說 你們不是很孤單的 有我們美國在支持 那反過來那這些人也告訴美國 說你也不是孤單 我們也能支持你 那所以呢 這次呢這個情況呢 確實讓人家感覺到 是相當相當的憂慮 像最近我講一個題外話 德國兩個邦的選舉啊 哎呀 跌破大家的眼睛 尤其呢嚇出很多人一身冷汗 怎麼說 就是那個所謂的這個 另類選擇黨 也就是德國的極右派的政黨 大勝 我現在有這樣的一個趨勢 歐洲似乎這個右派 現在都是抬頭了 都抬頭了 包括法國的 包括英國的 包括這個還有歐洲 幾個小國的 大家都抬頭了 那這些東西呢 就表示什麼呢 就表示說 你現存的這個制度 確實產生的問題 你沒有把事情管好 你像比如說德國什麼問題 第一個難民的問題 當然第二個通膨的問題 第三個惡物的問題 到底是要支持還是要反對 還是要到底怎麼辦 所以老師這個是管理的問題 而不是因為民主制度 本身的問題 都相關聯的 就是因為你管理不好 所以人家會覺得說 你這個制度有問題 都是有相關聯的 那所以呢就使得 有一群要走極端主義道路的 這群人呢 他們登高一呼 群山響應 這倒是一個 要繼續觀察的重點 川普就是這些人的 一個美國的代表啊 對不對 他就認為說 你們這些傳統的政治人物啊 都沒把事情幹做好 那我呢 我連里長都沒做過 我崩一下我就選了總統了 當了四年當了一任 那可是呢 後來我在選的時候呢 你們就作弊 把我的選舉偷走了 他一直都有這種想法 而且呢 他的一些支持者呢 也有這些想法 所以說這一次非贏不可 否則的話呢 咱們就兩敗俱傷 他就已經講了這種話了 而且這種話 你說拜登再來加以引用 那這個東西就很嚴重 拜登可以說 是拜登認證的確 川普講的沒錯 萬一要是他選輸的話 1月6號可能大家等著看了 對啊你為什麼要認證這個話呢 就表示說這個問題已經是 非常非常嚴重 否則的話你就不要停嘛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 國會也說接下來的 這個認證的工作也要升級 所以我們覺得 這個部分要再觀察 萬一要是川普真的是輸的話 那美國真的要亂一陣子了 好 那老師我們還是 輸是這樣子啊 就說你輸了以後呢 你要讓川普認輸 那就沒有問題了 可是問題是說他不認輸 如果說你這個選票拉開了 太棘手了 你拉開拉的距離很大 現在看起來好像拉不開 大家都知道我真的 非常的喜歡爬山戶外運動 但是呢戶外運動呢 有一個壞處就是呢 一定會曬黑 那怎麼辦呢 所以呢基本上 我就是會用這種防曬黏露 真的是非常有效 而且呢這個擦了之後呢 它也不黏膩 因為很怕就是說 這個防曬露呢 擦了之後很黏黏的 但是它就是不會 非常的好提供給大家 那當然呢 歡迎大家到我們的快點購呢 購買起來 別忘了我的推薦代碼是 CTI108 歡迎大家來選購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合護您 合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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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